老嘉宾小鱼 22岁来自河北销售 女嘉宾小娃 27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了 对 浪费了有多久 我们俩在一起大概一年多吧 就是一开始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后期我就觉得 事事也我也不顺心 就是很多事嘛 她一开始都是像把公主一样的 把我宠着 感到后来就 我说啥不是啥 我说的东西她的往昔 就这样的 我觉得她太幼稚了 有些事让我办到都难以接受 觉得自己一年多的时间 或者叫光阴被浪费了 是吧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吧 我俩 是在一个鞋子楼里边上班 但是我在一个公司 就是每天我下班的时候 都能遇见她 就是时间久了 我就感觉她挺好的 也成熟 挺大方的 我挺喜欢 不是 你这每天遇见 怎么就觉得好了呢 就是感情吧 这怎么感觉的呢 挺成熟的 我感觉年龄比我大 应该会照顾我 不不不 你在电梯里 就觉得年龄比你大 有一次嘛 就是挺喜欢她 我就想要一个微信 然后加了她的微信 就问她多大年龄 那时候才知道 就一开始看着特别成熟 知道她比你大五岁 对 心里在意吗 不在意 不在意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 对 但是我在意这个事 因为你看我今年27岁了 是吧 她刚22岁 那我父母这边 可能对我有压力 是吧 那我都觉得 但是最之内 我要结婚要生孩子 但是你说 她比我小这么多 然后她当时追我的时候 我就也挺犹豫的 也挺多的顾虑 然后我俩就这么 微信联系了 有半年左右吧 然后我就觉得 这小伙子挺帅的 然后对我特别照顾 特别细心体贴那种 同事也缺 那俩好吧 这么着 我俩太好了 所以对你来说 这场恋爱是 奔着结婚去的 是吧 对 我就是以结婚为目的 地跟她谈恋爱 但是我就跟她相处 这一年多吧 就发现她 不是我想那样 特别幼稚 男性特别大 好 能举个例子 跟我们说说 怎么幼稚吗 就是我们三个女生 一起合作 有个女生 她就走了 不在这干了 然后她说 那我跟你一起去住吧 那我说 总啊 那小伙子挺贴心的 她说想照顾我 我说总 然后咱们一起合作 然后下班之后来到家 我觉得一起坐坐家 我这都正常嘛 她就跟摔手掌柜似的 大少爷啥也不会 然后我说 我说那不会 没关系 我要跟你往长远的走 我说教你 炒个菜吧 炒十色都能炒糊了 刷个马桶 都刷不利子 刷马桶的活 就是她这个人特挑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马桶吧 我感觉用杰瑟琳 刷一遍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她让我用点沐浴露 你说这个马桶 就是一个方便的地 她让她更香一点 我感觉条件太过分 她每天都得刷 天天要刷马桶 天天都要刷 每天下班都要刷马桶 我觉得一个女生爱干净 这都正常了 还三个人一起合作 是吧 那马桶谁都坐 然后她还跟我 因为这事跟我抄抄 马桶本来 就是做家务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应该女人干 平不上我干 你不愿意干 我也不愿意干 我爸也坐在家里 干这些活的 那我爸跟我妈 也相处一默了这么多年 也没我俩这么多事 你家里面也是父亲 刷马桶 对呀 老师我感觉这个 人跟人不一样 他爸愿意干 但我不愿意干 这咱们不说了 马桶这事 咱就让她过去吧 就有点意见吗 你不也说了吗 她不也刷了吗 但是吧 我都有一个心结 是啥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宠物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养一个 有一天我俩逛街 就看那个宠物店 一个小太极 刚过院 特别可爱 我说大家养一个吧 其实我是这样的 有点私心 因为我是打算 结婚以后来 要有孩子的 然后我觉得 看外国电影是吧 都是小狗 陪着小孩子一起长大呀 有助于孩子的心灵成长 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是啥呢 那我觉得 先养一个狗 在这儿先练练手 等一会儿结婚养孩子呢 对孩子照顾 也会私质一点嘛 对 你的意思是 拿狗当孩子养 对 他不养狗 这个事我还不生气 生气啥呢 他说他结婚以后 不想要孩子 这个事都让我觉得 特别不能接受 我都难以理解 不是你们结婚了吗 没有呢 讨论这位上早 那你看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今年27岁了 对吧 我对我人生有规划呀 30只岁要这个结婚 要这个生孩子的 那他刚22岁 他大好青春 搞两年 我俩分手了 我30的 他刚20几 对 这种风险成本 你早就应该考虑到 就是我都觉得吧 这些我都可以 就是说可以承受点 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嘛 也都讲到这些事 但是他不要孩子 这个事我都不能接受了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狗 我就是不喜欢养孩子 太费心我跟你说 就是我帮我妈 把这个今天 还有这个精力 花在我身上 我感觉他们挺费心的 就是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是以后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 还是说 以后结了婚我也不想要 我都觉得吧 你看我是要跟他这个 以结婚为目的的 要搞对象是吧 他这种属于 特别自私 我觉得 你是以结婚为目的 对 你不是说以生孩子为目的的 搞对象 但以后也得生 这不违背 你要娶他吗 要 你看 婚是跟你结 孩子他不生啊 那两个人刚过有啥衣服呀 一点乐趣都没 我感觉挺好的 两个人一天 我有无虑的 结婚吗 行行行 你找一个 愿意跟你生孩子的 你找一个 不跟你生孩子的 就好了吗 是不是 这事很简单 今天就我想来呀 然后他不给我拉倒 那就来呗 解决解决 解决解决 就关于是这些事吧 咱也不只是这点事啊 还有啊 我跟你们老师 他特别过分 就是这个养狗这个事嘛 我俩在大家大吵了一下 只有路边有个修自行车 他拿几个大镜头 开始追我打我 那我跟他抄抄 他抄抄不过我 他都跑 跑 跑个追 追 那我生气啊 生气旁边 那拿起来就打呗 我有个问题 你追得上他吗 追不上就扔他 生活里打你吗 生活上没有 关于啥呢 主持人我觉得 觉得特别委屈 就是我觉得宝贝 他付出也挺多的 放弃也挺多的 就是原来吧 我俩不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现在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以前的公司 那个不好 我就觉得上我这公司来吧 然后再来一起工作 不也挺好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 下班之后 再来一起做个家务 他就不 我还有一份工作 就是兼职做微商嘛 然后他就回家了 到床上拿个耳机 在那看那个抖音呢 他看的就是啥呀 想想到我都生气 就是看的那个腰 还被我大腿出的 然后在那绣大腿 绣这个腰 那你不是 就别有啥想法啊 所以你不在乎他看 而在乎他看什么 是不是意思的 对 她在那个 收集消息列表里边 点赞的 全都那些小姑娘啊 小美女啊 就在那儿 春天晒一天晒 有那个时间 你让我干着活 不得了的吗 其实不是 就是吧 他让我去他的公司 他有私心的 他就是为了看着我 你先回应一下 为什么你的列表里面 都是女孩子 然后再说去公司的时候 就是这个爱美的心 谁都有 你也有 我也有 看一看 我还起来 牙里有羊一羊什么的 我又没联系她们 又没跟她们搞爱美 是 是 是 她好看吗 好看啊 看她啊 但是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啥感觉不一样 你还想有点啥感觉啊 就我俩在一起啊 在一起工作 就是她总在我眼皮子底下 跟别的小姑娘 打了闹闹的 我们领导让我升职 去别的城市我都没去 其实我们领导 特别看中我 我就是想跟她一会儿 以后好好过日子 挣点钱 我干的一伤 不也是为了 咱以后这个生活 更好过一点吗 你就不知道给我搭把手 她就这样的 敬重老师 她不走 她也是有事情的 她就是为了 留下来看着我 她总说我看着她 就是我都觉得 我们俩没合作之前啊 特别好啊 合作之后 所有的事都出来了 我说你少抽点烟 少喝点酒吧 她烟倒是跌了 这说到酒啊 我就来气了 就是她从来 也没对我 要我喝溜 有一回她朋友结婚嘛 挺喜庆的事 我说那你带着我一起去吧 然后我就好说歹说 也不带着我去 最后我俩吵架 带着我去了 然后带我去了 我其实是 我就琢磨着看她这 少喝点酒 我先问一句啊 你为什么不带人去啊 我跟你说老师 你真的不了解她这啤酒 我跟你说 那抹老虎 那这一上来 我不管一家 来来来 找武松去啊 来来来 怎么了 去了啊 去了 去了 她就自己嘴一点 把门的都没有 我就 她早点喝 我在桌子里下踹她 她都不自个儿 自个儿都没觉得 怎么回事 洗酒喝两杯有什么呀 然后她倒白酒 然后那个 她朋友给她叨上了 我就跟她蹲起来 中学了都把她 矿泉水给她倒上 我跟你说老师 就她当时就当这个 桌子上面 所有的人都是傻子 都是瞎子 她就拿着我这酒杯 特别自然 就倒在这个桌子底下了 然后她拿着她自己 那个矿泉水 给我往杯子里边倒 我没把酒杯给你扣上 我觉得都挺给你面子的 那我哥们一看 那不是 那你学生不让你喝了 那你回家吧 那当时我就感觉 特别没面子 我这火就特别的大 她火她就上来了 你滚蛋吧 这没你啥事的 我都特别生气 我都一开始觉得 就是她对我摆一摆顺利 现在对我摆五和六的 那我能接受吗 那我肯定走了 她来追都不追 那我想你都别追 你都别追 反正大家一起合租 你都别回家了 你就跟你那朋友过吧 跟他面子过吧 我就走了 就不给他开门 你就晚上也别回来了 不是人家交租金了吗 没有啊 我出了生活费 出了这个房租的钱呀 对那是可以 把它关在门外 后来呢 就回到家 我就知道肯定进不去了 就到门口 我跟你说 我就好说打桌 说了好长时间 死活都不让我见 还让我在这个朋友圈 发一个谢酒声明 就昭高天下 就是以后有酒 这个有酒觉的事 就别叫我了 发了吗 没有 我为什么 就亲家朋友 我爸我妈都能看得见 我那太没面子了 那让我爸我妈看见 一看这孩子 找这么个习惯员的媳妇 那以后还不得管傻了呀 那谁让你这点不自讲呢 你这点不自讲 都别让他们联系 我自己能喝多少 我自己心里有数 我自己知道 对 我都觉得他特别幼稚 因为这事 然后他不告而别 走了两天 不是 这是你把他关在门外 他进不去呀 对呀 我生气呀 我肯定要走啊 那他也不联系我呀 那他也不上班呀 我为什么要联系你 你都不要我了 你把我关在门外 我为什么要联系你呀 真的 妈 你不要我了 儿子离家出走 这意思 来 接着说吧 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他后来他这点想想 这点又回来了呗 回来了 通过这件事 都觉得他特别幼稚 你知道吗 而且最关键一点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事 我都觉得吧 他是那种 当着我面一套 背着我面一套 就是因为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嘛 他现在是刚起步 一个月开了三十千块钱 不够自己花的一个月 回来我都把公司卡一卡过来了 卡过来之后吧 卡过来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给他点生活费都行了 就是他的钱你管 对呀 他烟也借了 是吧 也跟朋友少喝点酒 除了就是平常买点 这个其他零碎的东西 我觉得没啥消费的 我也是卡了之后 我俩攒着是吧 以后了那个 可以就好好的过日子嘛 他就办一件事啊 就是前日的世界杯嘛 他非得看球 看球看球 我都买了个 弄了个偷永仪过来了 后来我知道他是买的 咋知道呢 就是抠着看他微信 跟他妈聊天 哎呀 我媳妇把我钱都我花了 然后那个 我媳妇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我要要钱 他就是这个 把偷永仪 跟他妈要钱这样的 那我没有钱呢 我只能跟我爸妈要啊 就是办法 偷永仪能帮你干啥啊 偷永仪啊 偷永仪能帮你发家致富吗 我就感觉那个东西好 我就喜欢买 那你不过钱 我只能用自己的办法 对 你知道吗 我说他抹黑了我 我还没见过他父母 不是 钱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在我这儿啊 那是事实啊 没抹黑啊 他跟他妈说 我把他钱都花了呀 我没花呀 没花攒着的是吧 对啊 他把我抹黑了 那你说 婆婆对儿子媳妇的 这种看法 那挺重要的呀 还不是儿媳妇的 早了点 对 我俩还没有结婚呢 就是我也没见过他父母呢 我觉得以后 如果见父母了 也挺重要的呀 第一面的这个印象嘛 是吧 他就这么说 说我把他钱都给花了 他就这样的 那你说 他看他妈 就是撒着这样的活 那你说 我俩在一块 他搭着我面一套背着 一套以后 那还不是怪你吗 谁让你把我钱 那我要回去呢 你要给我有富裕的话 我能跟我爸妈要吗 那你不能 那你不能这么的瞎白呀 我都觉得吧 他就是 以后不知道 怎么跟外人说我呢 从那以后 我都对他起了疑忌 这个不用怀疑了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 母老虎 我不可爱吗 对 可爱吗 我觉得我挺可爱的 不发脾气的时候可爱 发一皮就我们老虎一个 他现在都觉得 我哪儿也不好了 我以后都对他起了疑心 特别容易翻他手机了 原来我不爱翻他手机的 就我发现他有QQ群啊 QQ群的名字叫啥呢 叫有妻出行 妻子的妻啊 然后里边是啥呢 就是一帮窝窝当大老爷们 成长吐槽自然老婆 怎么家暴他们了 怎么虐待他们了 那我也没天天说你 我没混什么呀 那你看他们 那你是啥想法呀 我就想看他这帮老虎 到底是怎么容忍 这媳妇的皮疙的 那你不还是想 我现在脾气不好吗 你本来就脾气不好吗 那你当时 你咋对我百依百顺的呢 当时你没暴露出来呀 你暴露出来 我还不跟你在一起呢 我都觉得吧 我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你知道吗 毕竟我年龙在这块摆着呢 他太幼稚了 等于两个人一开始 谈恋爱谈得挺好 后来共同租了房子之后 发现问题出现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又幼稚是吧 当面一套又背地一套 是 是这样吗 本来是一个温柔 可以照顾你的女人 后来发现 第一是照顾不了 是吧 第二还管你管得很厉害 是吧 第三可能温柔也不在了 是吧 然后这个 你又要结婚又想生娃 是这意思吧 对 你是只想结婚 不想生娃 是吧 那你们俩还耗着干嘛呀 对啊 我说都不搞了呗 然后他非让我上这儿来 然后都说姐姐姐吧 你是要分手 对啊 你不想分 对 所以想看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好吧 三位来一起进入 夕阳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现在有个很好玩的现象 这男生啊 叫童年期的无限延长 就他没过童年期呢 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他在家受他妈照顾 和你在一起之后受你照顾 然后你看他的心态 和孩子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你应该照顾我 所以你应该对我好 但是你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是照顾 照顾 关照和看顾 照顾里面就是有管理的 你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候 你妈管你吗 管 对啊 你跟她在一起 她不也管你吗 现在男生的一整个 童年期的延长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她们在整个恋爱期 都是一个找妈的过程 就你看她在电梯里面 看到你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 哇你真好看 或者说我特别爱 你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或者说我对你有一个 什么样的冲动欲望 她对你的第一反应是 你能照顾我 那对于你来说呢 现在姑娘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母爱期的向下延展 母爱这件事情在一个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女孩身上 就已经爆发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一个到处 找妈的小孩 和一个已经爆发 母爱的少女 恨到了一起 所以我不觉得 她不想结婚 她也想结婚 只是她要的婚姻 和你要的婚姻是不一样 你们的问题就卡在 这个三观不同上面 你们并没有去互相爱上一个 可以足以支撑自己生活 和将来的这么一个人 那相爱这件事情 其实是相互找支撑 如果找不到一个足以支撑 你将来 你未来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所有一切的恋爱 都只是恋爱而已 而不在于未来的生活 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人 就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可以找一个妈 你们也可以找一个孩子 但是孩子和妈之间的关系 究竟到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才真正地可以 让自己安心 让自己拥有安全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许总 女孩一直强调说 自己宝贵的青春被浪费了 可谁的青春不宝贵啊 很多其实姐弟恋都失败了 对吧 你年大五岁 为什么 表面好像是你们年龄差导致的 其实不软 跟结最多的是在于 女孩的心急 你在职场应该做得不错 对吧 在评价一个员工的职场能力的时候 有很多的维度去评价这个员工 对不对 同样在婚恋这个领域呢 也有一个综合的婚恋指数评价 里头包含着年龄 身高 体重 样貌 学历 工作背景 家庭背景 行动等等 多维度的综合考虑 年龄仅仅是其中的一项 但当你有了这个自卑心理之后啊 你就会把这其中一项呢 给无限放大 你觉得这一项是我的短处 当括号啊 不一定是短处 因为对方可能就看中你的成熟 就看中你底下大 他就是那种童真的小男孩 都喜欢你这种 但是你自己呢 给自暗示 这是我的短处 所以我一定要管控他 我一定要强势 比如说马桶事件 是吧 比如说一定要让他到你的工作 公司来工作 钱要放在你手里 然后他的朋友圈 不能有那种漂亮的女性 完全符合你这种 其实是自卑的心结所导致的 所以由于这种心态 你一定会就就会产生出一种 我一定要比你高高在上 我不平等 平等意味着呢 尊重 你不够尊重他的选择 你是不想 或者是不让他去成长 你是害怕 打开这个心结之后 我觉得一切是豁然开朗 因为在婚礼当中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 而不是说一个岁数大的女人 和一个岁数小的男人的事情 明白了吗 把岁数忘掉 不要把那个一点无限地放大 最后送你一句话 平等就意味着尊重 不歧视自己 就是尊重对方的眼光 不歧视对方呢 就是尊重自己的选择 就这样 好 谢谢齐总 来 孟老师 其实很多夫妻或者是恋人 之所以分手 倒不是为了什么大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彼此之间的步调是不一致 如果你觉得彼此之间很好玩 你大概会忘了回家 忘了结婚这件事情 如果他真正成熟了 他会愿意跟你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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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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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吧我也听老师们说的挺多 就是觉得好像是管理有点多 但是确实也是为了咱俩好 可能我自己身上也有毛病吧 但是你大少女的毛病 就是看你能不能改一改 对吧 有时候我可能也挺自私的 有点 听说确实是特别的爱你 特别的喜欢你 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你 有时候感觉你管着我特别的好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是最快乐最开心的 没有质疑 好 来生算是深情告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站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 你看会不太一样 你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挺感动的 但是可能在这个地方站得太久了 很多年过去了 你听到这样表白的时候 有时候你心里还拎着呢 马上想到另外一个角度 小朋友还是需要赶紧长大 因为如果他真的去珍惜和在意这份情感的话 生活里的很多矛盾可能已经被化解了 您开门 就在一起让我们相遇 我们的第一次我们一起相遇 我们的第一次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小明 回去吧 爸 男生还有话跟女生说吗 就是 以后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听你的话 你分红我的事 好嘞不用说了 您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以后就是你多赶紧你的毛病 我都赶紧我的毛病都懂了 来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 意味是陕西省的代理商 西安左上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党智辉 为我们的这对情侣送上礼物 来 有请党总 您好 谢谢 祝愿一对新人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永结同心 白头到老 也祝愿一对新人呢 有和爱情跟意味师的品牌一样 永远水水嫩嫩 永远保鲜 永远年轻 哎呀 好 这说得好 谢谢啊 来 请回大总 这礼物也送给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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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听了心里都 这就当婚礼的预言吧 谢谢你们 祝你们开心 请回哪位 谢谢 来 请回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重新就着迷你 在梦里全身